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很多人早上起来,喉咙总有那么一口痰 有些人的喉咙里面有很多很多痰 兔兔兔不晚 特别是像慢肢肺气肿 慢阻肺的人群 喉咙发炎,喉咙特别多多的痰 痰其实是失聚成痰 其实这个不管是痰也好,痴也好 可以说是一个同一类型的东西 那么这个痰湿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痰有很大的关系 中医里面的痰,除了消化我们的食物 这个功能叫孕化水谷 除了这个功能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孕化水湿 所以它如果痰虚了 那么孕化水湿的功能也会下降 那么这个时候体内的水湿就会从水湿湿聚成痰 所以喉咙就会有很多的痰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实很多人说痰是喉咙问题 痰是肺的问题 中医里面认为 肺只是除痰之气 痰才是生痰之源 所以认识到这一点 大家就知道我们治疗这个痰一定要健痞运痞 把这个痰把它健运起来 它的这个孕化水湿的功能才强健 这个湿才会减少 痰才会减少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第二个方面其实是说这个痰 这个湿 它有一个特性叫组织气机 就是说它会导致这个气毒在那里 这个是痰的一个特性 那如果气毒在那里之后 它又会影响这个痰湿更难的去除 所以可以说气质施主 这两个方面它们是相互影响 相互影响导致这个痰非常难去除的一个原因 所以知道这个原因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治疗这个痰湿 不单独要一些去湿的去痰的一些药物 化痰的一些药物 我们要用一些醒气的药物 首先 我们准备一个萝卜 白萝卜因含有淀粉酶和粗纤维 具有出筋消化 增强食欲 加快胃肠蠕动和止咳化痰的作用 中医理论也认为该品 胃心肝性良 乳肺胃精为食料佳品 可以治疗或辅助治疗多种疾病 白萝卜不仅能够排除人体的有害物质 而且还能够起到杀菌、抑菌的作用 用白萝卜煮水 也能止个化痰、润肺 把白萝卜去皮之后 我们将它切成小块 如果萝卜比较大的 我们用半个就可以了 萝卜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接着准备5克的陈皮 中医里面 它首先就是有一个健脾的作用 第二还能够醒气 大家去药店买 不要买这种直接晒干的橘子皮 很多药店都直接把橘子皮晒干 这种作用很小 一定要去买那种正宗的会好一点 大家可以每天直接半片或者是一片 就直接冲水泡水喝 当茶饮 橘皮气味比较芳香 在中医中认为 芳香可以醒皮化湿 由于弹湿导致的气机不畅 也可以用橘皮来解决 同时皮的功能恢复了 胃也能正常兼韵了 胃口自然而然就好了 我们先倒入清水 把橘皮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控水捞出放入盘中 接下来把萝卜橘皮放入锅中 再加入800毫升的清水 先用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煮1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10分钟之后这道茶饮就做好了 煮好的茶水味道有点苦涩 可以适当地加入冰糖调味 橙皮萝卜水的适用症状 只要适合含性 咳嗽 消肌 腹肠 橙皮在中药中离气 消肌 健脾 萝卜萝卜 消肥 症状 症状 两者配合更是事半功倍 而且非常安全 全是食物 橙皮白萝卜煮水的功效 只要有以下几种 1. 含有丰富的胡萝卜树 可以清除人体的炎症 具有杀菌的功效 2. 具有顺气化痰的功效 改善咳嗽的症状 缓解风热感冒的症状 3. 具有健脾开胃的作用 可以帮助消化 促进胃肠的蠕动功能 4. 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具有预防感冒的作用 可以缓解头痛的症状 对于恶心呕吐症状 具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